谭爷爷正在为蒙兰喝盆盆奶 这是鲜有的蒙兰和谭爷爷同框的珍贵饰品 时隔六七年 谭爷爷今天终于又见到了他的大胖孙子蒙兰了 还带着花花 实现了南北顶流兄妹同框 谭爷爷说 蒙兰很大很壮 逼小时候大得多 精神也好 2016年底 蒙兰告别发姑奶爸 升班到谭爷爷这儿 正在茁壮成长的蒙兰食量惊人 每天从早吃到晚 给谭爷爷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爷爷也很开心 大胖小子能吃能睡健健康康 可爱的妈妈 一听到爷爷叫开饭 就奋不顾身疯吃电掣赶来 一路小跑摇头晃脑 一边跑还知道一边恩恩的答应谭爷爷 而且他还知道超进道走员工通道 太机智了 因为太能吃还被调侃 发姑奶爸赶紧来复活食费 蒙兰和谭爷爷只相处了二十多天 就搬去二号别墅 又和奶爸照料了 虽然短暂 但蒙兰和谭爷爷一起度过了一段温暖 又愉快的时光 幸运的蒙姆儿 一路走来都碰到对他很好的奶爸奶妈 不知道下一位到北京看蒙姆儿的 会是曾经哪位奶爸奶妈呢